iPhone 6全球热卖苹果概念股也跟着发光 最大代工厂鸿海十月营收和第三季财报即将出炉 外界预估毛利率会创七季新高 加上最近郭董夫人曾馨盈进入了预产期 郭董有空就会待在台湾 而我们东森财经新闻也独家发现 郭董带着儿子和女儿到素食店吃儿童餐 右手扛儿子 左手抱女儿 还以脸笑咪咪的展现好体力 他不是别人 就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周末假日被民众捕捉到野生郭董 现身素食店 果然亲和力十足 抱着儿女合照 还鼓励别人要早点生小孩 男生女生都好 我们都是好字 他的人都很优秀 我们大家多生 年轻人要多生 多加油 就是因为夫人曾馨盈 11月进入第三胎的预产期 身为老公的郭董 贴心帮忙带小孩 再忙也要和宝贝们共进儿童餐 而郭董偏爱素食龙头 早就时有所闻 前天后场的观念 麦当劳把最接近客户的 最后一段组装 摆在客户的面前 其实这是一个老的一个观念 我们只是把他用在一个电子业上 誓言做电子服务业 把素食龙头当成经营典范 没想到郭董在日常生活也很爱吃 一顿汉堡餐也和儿女加温感情 忙里偷闲 因为iPhone6全球卖翻 郭董也变成空中飞人 两岸奔波独军 红海股价也搭上反弹列车 3号收在98.1元 涨2块 外资看力多 后续还有2连发 包括10月营收和第三季激报 估毛利率会是7季新高 但工作在忙 这位科技大佬 偶尔还是停下来 当妻子的好帮手 还有儿女的好爸爸 东森 采讯 欢迎去重结 台北报道